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少吃一点鱼 少吃一点肉 据联合国的一个报告 如果每一餐是素食的话 一餐一个人可以减少两公斤的排碳量 吃的真的是很可怕 所以要对地球去做一些正面的回馈 要让我们的地球未来能够永续发展 这个从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很重要 今天我们除了要来倡议我们的除以地球日 还有我们要推动素食跟我们的绿色永续之外 我们希望借由这个机会让大家 好好的来看看我们台湾很多的新兴的一些食材 我们下期再见 那我们其实呢 还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 可能大家不晓得 我们现在台湾啊 每十个人大概就有一个人是吃素 那我们现在全球的弹性素食者占了42%的人口 其实人口数是非常多的 然后我们台湾的素食者的占比例是世界的No.2 所以我们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我们吃素的人 把很多台湾很棒的食材如何融入到我们的餐点当中 让它变成更有体验感更精致化的食材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新兴趣味时代 我们立即点亮台湾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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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